传消息的人应该就是希望 耶稣在这个时候 其实第六节的一开始 有一个连接词 但是这个连接词 在很多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的语本里面 可能会被翻译成不同的字 在这种情况底下 耶稣的语字当然很好 但是耶稣的出现和帮助 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一生可以替代了耶稣 所行的医治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时机 在神的眼中 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时候 哈利路亚 我是马来西亚的雷纳洪传道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和你们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 我们请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做了一件 其实有一些人不太能明白的事情 一般上当我们听见有别人 向我们提出要求 比如说他们需要帮忙 他们遇到了紧急的事情 他们遇到了很多悲伤的事情 那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很好 那我们应该就会想要尽快地 到他们的身边去安慰他们 或者马上就动手把问题给解决掉 但是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 可以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那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一到六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磨住 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和一家人的关系很好 而在这个时候 这个家庭里面 其中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人生病了 所以就有人把这个消息带到主耶稣那里 很显然的 传消息的人应该就是希望 耶稣在这个时候 赶快去解决拉撒路生病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耶稣是天上的真神 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 医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疾病 有些人身体瘫痪可以恢复健康 还有行动的自由 有些人生来是瞎眼的 可是可以恢复视力 得以重建光明 所以耶稣在当时的很多人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很慈爱的人 也是一个很有医疗的能力的人 所以当他们把拉撒路生病的消息 告诉耶稣的时候 当然应该就是希望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能够像平常那样 去医治生病的拉撒路 但是在五和六节这里 我们其实就可以留意到 一件不太容易能够立即明白的事情 我们来看五到六节 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耶稣平常都爱这个家庭 在第六节这里 其实第六节的一开始 有一个连接词 但是这个连接词 在很多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的语本里面 可能会被翻译成不同的字 比如说刚才我所念的 中文的圣经的合合本 它其实就没有把那个连接词给翻译出来 在印尼很常使用的 这个新的翻译本呢 我们其实刚才应该就可以看到 第六节那里一开始的连接词 被翻译成是 其实也有一些英文的译本在这里 会和印尼文的新翻译的译本是一样的 那他们是怎么理解第五和第六节的关系呢 意思就是说 耶稣爱这个家庭 然而 因为耶稣不会立即去 而是故意担言 那为什么要使用 然而或者是但是这个连接词呢 因为 耶稣故意担言几天 而没有立即去协助拉撒路 是一个别人难以去理解的事情啊 圣经已经说了 耶稣爱这个家庭 那为什么 耶稣还会故意担言呢 难道爱 不应该让人立即行动吗 难道爱 不会让人看到 我们所爱的人的需求 过于自己现在 要解决的事情吗 所以 第六节里面使用的 那么然而这个字眼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翻译的人 没有办法去把 耶稣的爱和耶稣的单言 给连接起来 因为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 拉撒路病死了 耶稣如果找到的话 耶稣还可以在拉撒路海活着的时候 就医好他 但是应着耶稣的单言 拉撒路从一个病人 变成了死人 而且如果我们从后续的经文看到 当耶稣抵达那里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发臭了 像这样子的一种结果 可能很难让人去理解 这怎么可能会是爱呢 今天如果我们的父母这样子对我们 他说他爱我们 但是却把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 一直扣着 不要给我们 任凭我们怎么哀求 他们都不要给我们 那我们还会觉得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爱吗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 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 实际上在第六节 那里的那个连接词 他真正的意思是 所以圣经的意思其实是要让人了解到 耶稣故意拖延几天 让拉撒路从病人变成死人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耶稣爱这个家庭 这个很难让人理解 所以很多的圣经的翻译 才把那个连接词翻译成为了 然而或者是但是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留意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虽然很多的人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耶稣的爱是这个样子 我们总是希望 耶稣的帮助 耶稣的关怀 在我们认为最好的时间 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的需求 回应我们的需要 可是主耶稣是不是这样想呢 所以这个事件呢 当然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圣经会在这里用耶稣爱他们 所以故意拖延 让拉撒路死掉 那真正的用意应该是这样 如果主耶稣立刻就去拉撒路那里 医好了拉撒路 这当然是解决了这个家庭的问题 但是呢 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底下 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深的 这些人对于耶稣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生的印象 但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更大的需要呢 那我们在第四节其实就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耶稣得荣耀的时候 换句话说 那些人对于耶稣的认识 应该要更多 更完整 而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生 有很强的医治的能力 恐怕还不太足够完整地认识耶稣的意思 拉撒路如果只是病了 那么就算耶稣没有来 或许其他的医生 也可以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 让拉撒路恢复健康 在这种情况底下 耶稣的医治当然很好 特别是对于住在伯大尼这种很贫穷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耶稣的出现和帮助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一生可以替代了耶稣所行的医治 但是如果耶稣故意让拉撒路变成了死人 那在这个时候 耶稣行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那耶稣其实就证明了 他掌握着生命的权柄 那耶稣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证明了他自己真正的身份 那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平常跟随耶稣 亲近耶稣的人 更加清楚地知道耶稣的全能 以及耶稣所能够做的事 那这个时候他们当然就会更加地去遵仇耶稣基督 给耶稣更多的荣耀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五和六节这里 会谈到耶稣因为爱这个家庭 所以故意让拉撒路死掉 所以这个事迹其实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时机 在神的眼中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时候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祂看得很远 看得很神 主耶稣知道什么安排才是对我们最好的 让我们可以有对于祂的执意 对于祂的身份 对于祂的爱有更多的认识 也能够真正地解决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 放下我们很多时候对于神的那种自己的计划 我们不是要求神按着我们计划的 按着我们要求的来成全我们 而是完全交托给这位慈爱的神 让祂用祂很奇妙的安排 来成就那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 所以当然我们都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去学习这种顺服 去学习这种忍耐 这样一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 一个又一个的神的恩典 我在这一次的分享到此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 阿们